世界乃是这位永生上帝 宇宙的创造者 耶和华神所颁布的 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 遵行上帝这个绝对的命令 每一个命令 每一神的规伴 都可以看到背后 极神的爱 世界乃是这位永生上帝 宇宙的创造者 耶和华神所颁布的 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 遵行上帝这个绝对的命令 所以弟兄姊妹 世界是由上帝决定 不是我们决定 不是我们可以讨价还价 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 来决定要不要遵守 所以我们面对世界 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敬畏 这位颁布世界 耶和华我们的神 第二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爱你 救你的神 每一个命令 每一个神的规伴 都可以看到背后 极神的爱 所以罗美尔牧师说 十戒是神对我们的浓情秘义 他说十戒最能强烈表达上帝对人强烈的爱 最淋漓尽致 最细腻的顾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他说 凡尊小 十戒的人必然蒙福 必能得利 并且有灿烂的前景和盼望 十戒不是一个捆绑限制 而是来开创人生 美好人生的指路 那我们基地图 也要好好地读圣经 让上帝的思想来代替我们这个世界思想